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在冷战一云下 美苏两国的间谍战 无论升级欲言欲变 在柏林窃听隧道事件中 究竟谁是最后的名家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纪录片 冷战谍中节下集 1962年10月 全世界被推到了核战争的恐怖边缘 美军的庞大舰队 像铁桶一般包围了不怕 数在发射台上的战略导弹 剑拔弩战 他们的目标 直指苏联在古巴部署的 五颗核弹头 千军一发之际 一封美国中情局的密信 被紧急送入了白宫 第二天 原本举起不定的肯尼迪 决定使用强硬手段 制服苏联 果然 在四天后 赫鲁孝夫妥协了 他下令撤除了 部署在古巴的导弹 这一狼狈的结局 成为苏联历史上 最难堪的一页 那么 赫鲁孝夫为何在关键时刻退缩了 在这场严酷的心理较量中 是谁泄露了他的底牌 赫鲁孝夫为何在关键时刻退缩了 赫鲁孝夫为何在关键时刻退缩了 1962年10月14日 美国一架U-2侦察机 正在古巴进行例行侦察 突然 飞行员拍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巨型武器 随后 中情局分析人员吃惊地发现 照片显示的竟然是一处导弹基地 随后 照片被火速送往白宫 肯尼迪总统大为吃惊 实际上 早在两个月前 中情局局长迈克恩 就已经从古巴的谍报人员中获悉 苏联海军舰队运送了大批神秘的庞然大物 抵达古巴港口 可如此重要的情报 中情局为何没有及时汇报呢 中情局分析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苏联没有理由这样冒险 这是一个成见 那么这个判断 这种成见支配了中央情报局的判断 使他们看不到真实的时代发展 第二个就是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 不相信古巴流亡者提供的情报 原来就在一年前 美国中情局已经在古巴遭遇了一次滑铁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 随着冷战的加剧 中情局开始在第三世界国家 进行推翻民选政府 扶植军人政权的秘密活动 1961年4月 由中情局操纵 1500名古巴流亡人员 在古巴的珠湾登陆 企图武装推翻卡斯特罗政府 不料 苏联克格勃早已获得情报 并提前告知古巴做好了准备 美国中情局精心策划的珠湾行动 仅三天即以失败收场 这次失败让美国中情局名声扫地 此后为了防止再度出错 中情局在没有确凿证据前 不敢轻易地把从古巴获得的情报上报总统 可不幸的是 此次中情局的情报延误 却将美国推向了核战的危险边缘 一旦古巴导弹启动 除了西雅图之外的所有美国城市 都可能灰飞烟灭 对此 美国军方强硬的鹰派 主张直接轰炸古巴导弹基地 彻底清除威胁 而保守派官员却主张 用海上封锁的办法给苏联留有一地 但此时 仅凭几张高空侦查照片 根本不足以支撑肯尼迪进行决断 他很清楚 若贸然行动而引发世界大战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个技术手段 他就是把这个看到的东西照下来 带回来那已经解读 比较清晰 但他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告诉你对方的实力 但是呢 他不能告诉你对方怎样使用这种实力 这是跟人类情报相比 他的一个缺陷 此时 获取苏联决策层的战略意图 成为了美国化解这场危机的关键 那么在这场美苏两国的巅峰对决中 中情局能否抓住机会实现逆转呢 1960年的一个夜晚 两名在莫斯科旅行的美国青年 邂逅了一位衣着得体的中年男子 他用声色的英语对两个青年人低声说 我是红军军官 我愿意和美国大使馆接触 随即 中年男子匆忙将一包信件 塞给了两位惊恐的美国青年 并且嘱咐道 请务必把他交给美国大使馆 之后 早年他曾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机智 屡次获得晋升 但是由于其父亲参加过白俄军队 和苏联红军打过仗 这一情况被审查发现以后 他的仕途就此画上了句号 但此时 他仍有机会接触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而这些正是美国人眼里的无价之宝 于是他决心投入到西方国家的怀抱 可是面对潘科夫斯基的主动投诚 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显得十分警惕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处的处长 叫金姆·安格尔顿 他非常怀疑潘科夫斯基的动机 他认为潘科夫斯基根正苗红 他没有理由出卖自己的国家 他本身是个特传军事室的 安格尔顿就向驻外情报站 发出指令 就不要接触潘科夫斯基 这是一个科科夫的陷阱 他是一个诱饵 美国中央情报局 通常把这种自动送上门来的间谍 叫做米基式间谍 这些不俗之客 看上去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对手设下的圈套 因为在秘密链当中 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假的叛讨 来给对方提供半真半假的情报 来搞乱对方的阵营 搞乱对方的大脑 或者扰乱对方在侦破间谍案的时候的这种方向 就这种诱饵 所以有经验的情报部门 首先不会相信他 然而潘科夫斯基的这一鲁莽行为 却引起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浓厚兴趣 经过几番接触之后 英国情报人员在1961年4月 正式将他介绍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在与美方情报人员第一次见面时 潘科夫斯基就给中情局送上了一份大礼 除了他的口述情报之外 还当面提供了大量苏联军事方面的关键型机密文件 其中就包含苏军最新型的导弹技术资料 这些情报让中情局又惊又习 但是他们也非常担心 毫不费力得来的机密情报 是不是苏联人放出的诱饵呢 因此中情局对潘科夫斯基始终持谨慎态度 但美国中情局没有想到 在一年之后 正式借助潘科夫斯基提供的导弹资料 他们从伊尔堆积传回的照片中 迅速甄别出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型号 是一种SS-4型中程导弹 不仅如此 美国在几天之后又通过伊尔尔侦察机 发现了另外一处更具威慑力的导弹基地 而根据潘科夫斯基提供的资料 这种导弹型号是SS-5型 射程为2200公里 美国全境都可能成为其攻击的目标 而苏联只需要4到8周的时间 就能够将其装配完成 古巴导弹的威胁再度升级 为了不引起恐慌 肯尼迪向赫鲁晓夫发出了秘密警告 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苏联在古巴 有任何形式的进攻性武器 然而赫鲁晓夫却显得出奇的冷静 他在给肯尼迪的回信中 以傲慢的口吻说 苏联没有必要在任何其他国家 部署报复性打击的武器 因为苏联核武器杀伤力之强 并以运载弹头的火箭 推动力之大 足以使苏联无需在境外寻找发射地点 一场核大战一触即发 科鲁晓夫似乎在警告美国 一旦爆发核大战 苏联胜全在莫 1962年初 莫斯科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 此时 科鲁伯第二总局的反间谍小组也加紧了例行调查 一天 科鲁伯特工在例行跟踪时 发现一名英国情报官的妻子 简尼特 齐肖姆 行为异常 他在阿尔巴特大街买完苹果以后 悄悄拐进了一座楼房狭小的单元门内 仅仅三十秒后 他就出来了 没过多久 一位中年男子也神色紧张地从同一个门洞中走了出来 而这个人 正是苏联军官潘科夫斯基 之后 科鲁伯甚至又发现了潘科夫斯基还在周末去西萧姆在公园交换情报 潘科夫斯基的处境变得越发危险 而此时 古巴导弹危机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10月21日深夜 一份来自中情局的秘密报告被紧急送进了白骨 次日 始终犹豫不决的肯尼迪总统突然做出了决定 随后 他向美国民众和全世界发表了电视讲话 讲话中 肯尼迪描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局势 并表示将对一切正在失望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施海上拦截 他同时强调说 这只是一个预备性步骤 他已经下令五角大楼为进一步军事行动作准备 为了表明美国的强硬态度 10月23日晚上 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 美国庞大的海军舰队封锁了古巴海域 同时 一百多枚洲际弹道导弹也在发射台上等待着总统的命令 一场核大战似乎已箭在线上 而此时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陷入了一场严酷的心理战 谁先发动战争都意味着世界的毁灭 可是美国为何一改犹豫的态度 用如此强硬的手段对苏联施压呢 那封连夜送进白宫的中情局情报中 究竟透露了什么消息 潘科夫斯基他非常清楚 苏联的底牌是什么 潘科夫斯基的情报 可以说用最确凿的证据表明 苏联的核能力 包括导弹能力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苏方的行动本身带有很大的一个讹诈性质 而不是要决心和美国来进行全球核战争 这一重要情报将赫鲁晓夫的底牌暴露无遗 在这场心理拉举战中 肯尼迪迅速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方向 那就是采取强硬态度对苏联施压 狠狠打击赫鲁晓夫的气焰 10月24日 美国在对赫鲁晓夫保持强硬姿态的同时 还向联合国施加压力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只好向苏联发出呼吁 要求必须立即停止向古巴运送核武器 10月26日 在国际各方的强大压力下 赫鲁晓夫终于彻底妥协 下令将运往古巴的核武器全部拆除 古巴导弹危机顺利化解 坦克夫斯基的大量情报 无疑是肯尼迪在这场对决中取得胜利的关键 从1961年4月到1962年10月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坦克夫斯基就以撰写核战略研究报告为借口 从军事大案馆中窃取了至少5000份 有关苏联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绝密文件 其中美国中情局梦寐以求的 苏职武器的信用和训练方式等重要情报 也赫然在列 那么它是怎样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之下 获得这些情报的呢 1962年10月22日 就在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发表对苏联的强硬声明的同一天 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 克格勃反间谍小组对坦克夫斯基实施了抓捕 几个月以来 克格勃对坦克夫斯基进行了24小时全程跟踪 不放过任何一次他与外人接触的蛛丝马迹 他们甚至使用了一项特殊的拍摄手段 记录下了坦克夫斯基在家中 用微缩相机翻拍情报的关键证据 克格勃特工利用比他家高一层的阳台 在花箱里安装照相机 只要坦克夫斯基走近窗台 自动装置就会移动花箱并进行拍照 这些照片在拼接之后 甚至能读出收集到的文字 之后 克格勃又秘密地从坦克夫斯基家中 搜查出了一个暗箱 里面藏有大碟钞票 微型相机 甚至还有坦克夫斯基身着美军军服的照片 面对确凿的证据 被捕的坦克夫斯基自职在劫难逃 他决心孤注一去 与苏联同归于尽 他告诉了克格勃一个秘密暗号 这个中央警报局的控制人 给坦克夫斯基暗号 苏联要发动进攻了 那你就发出这个暗号 那么这个暗号的严重含义 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你发出了这个暗号 而对方控制人相信了 散报了这个暗号 那么这个危机就会向深接的方向发展 很显然 如果苏联要发动战争 美国必定会做出反应 那么这两个国家都与克服器 最后带来的是什么 就是热河大战 然而 潘克夫斯基隐瞒了 这一特殊信号的真正含义 谎称 这仅是普通的联络方法 可一旦他将这一信息发出 美国就很可能先发制人 轰炸波斯科 整个世界就将被拖入一场 毁灭性的核战阵中 所幸的是 克格勃并没有完全采信 潘克夫斯基的口供 当潘克夫斯基将这一紧急信号 试探着发送出去以后 另一组人员就迅速 带补了信号的接受方 一名藏身在莫斯科的 中情局联络官 一场危机再度发现危机 得知内幕以后 一项以冷血著称的克格勃特工 也被潘克夫斯基的疯狂举动惊呆了 1963年 苏联政府以叛国罪 将潘克夫斯基除以死刑 这位被美国人称为拯救了世界的间谍 最终尝到了背叛的苦国 那么在这次危机过程中 美国人似乎笑到了最后 成了赢家 然而在整个冷战期间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情报争斗 就永远没有停止过 双方永远是充满了讹语我诈 充满了胜利与失败 那么往往一次的疏忽 就成了他日后失败的伏笔 果然几十年之后 中情局一支巨大的燕鼠浮出了水面 那一次又让美国人吃尽了苦头 自1985年以来 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斯 接连收到不少坏消息 1985年6月 代号为球体的阿道夫·托尔卡切夫 在于现任街头的途中 被科格勃逮捕 作为一名电子专家 托尔卡切夫 在八年的时间里 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的 苏联航空电子设备情报 中央情报局 向他支付了200多万美元的报酬 但是这些情报 将会为美国 节省数十亿美元的研究资金 这样的买卖的确非常划算 而代号为骚痒的 奥列格·戈尔基耶夫斯基 是科格勃驻伦敦的负责人 他了解苏联的内部体制 向西方提供了许多核战略情报 是美国了解莫斯科动向的重要情报来源 此外 还有代号为自愿 百万和重量等十余名潜伏在苏联的间谍 被科格勃逮捕 85年美国在苏联的这些秘密情报人员受到这么大的损失 那么美国的反间谍部门一定会意识到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有谁把这些秘密情报人员卖掉 接连的损失震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也给刚上任不久的中情局苏联东欧斯反间谍处处长 奥尔德利奇·艾姆斯很大的压力 艾姆斯1962年就加入了中情局 他的父亲也曾在中情局任职 艾姆斯聪明能干 原本想成为中情局负责政策工作的官员 但是他和父亲一样染上了酗酒等坏习惯 因此他被上级评定为不适合这样的重要工作 建议改任反间谍的情报分析员 虽然在1983年9月 艾姆斯当上了中情局苏联东欧斯反间谍处处长 但是整天与数字和文件打交道的工作 一度让他觉得前途渺茫 1985年 中情局苏联东欧斯一直笼罩在阴霾中 这年8月终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艾姆斯接到通知 去讯问一位克格勃叛逃的高官 维塔利·尤尔勤科 尤尔勤科时任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一副部处长 主要负责克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情报工作 是中情局历史上地位最高的苏联编辑者 因为艾姆斯在这种苏联宣布里就四则反建议 而任何叛逃过来的人 为什么要反建议的人去接触他呢 因为我们要甄别这个人是真叛逃还是假叛逃 所以反建议的部分也要参与 而中情局参与的这个人就是艾姆斯 审讯中尤尔勤科向艾姆斯透露了两个克格勃内线 其中一个代号为罗伯特的间谍 就是中情局的前雇员爱德华·胡华德 他曾经出卖了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内线托尔卡切夫 然而中情局还没有来得及挖出更多的东西 三个月以后 尤尔勤科突然再次叛逃回到莫斯科 更让中情局恼火的是 尤尔勤科没有空手而归 画面中这位手持鲜花的隋远 就是中情局在苏联大使馆内新招募的间谍 他也被带回来莫斯科 并很快被逮捕 一时间人们纷纷猜测 中情局内部可能存在着更大的严数 所谓严数是指打入或潜伏到对方情报机构内部 来窃取机密的情报人员 那么他们往往会在暗中行动 暗中打动 一方面他们以对方的机密情报 尤其是核心情报为目标来采取行动 另外一方面他们会了解 窃取对方的情报人员的名单 甚至是行动方案等等 因此对对方的情报机构会构成巨大的威胁 整个冷战期间 美苏双方都下了大力气来打击这样的内部的潜伏间谍 那么俗话说这就叫打艳术 1986年7月 中情局潜伏在苏联的最大间谍之一 波利亚科夫少将被逮捕 他曾向美国泄露了关于苏联导弹 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重要情报 先后出卖了19名为苏联服务的外国情报人员 和150多名特工 并导致了1500名科哥伯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格鲁乌特工完全暴露 波利亚科夫的被捕提醒中情局必须要采取行动 1986年10月 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对1985年的损失展开调查 在最初的几年里 调查小组由于进展缓慢 多次受到质疑 甚至有批评者认为 中情局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有岩属的存在 为此 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 苏联东欧斯反间谍处处长艾姆斯也受到了怀疑 1985年 艾姆斯再婚 娶了一位出手阔绰的妻子罗萨里奥 他们买了新房子和各种名牌服饰 奢侈的生活在中情局内非常引人注目 不久 艾姆斯在一次常规测谎检查中 出现了异常波动 一个人吃黄的时候 有着各种原因引起的波动 怎么可能 特别他慌了 倒并不是因为他出卖 说不定他杀过什么谎 或者拿过什么东西 或者扯过一样什么违反纪律的事情 他也会慌 这样一来 波动一样 你就说他是间谍 调查小组陷入了两难 他们知道对内部人员的调查必须谨慎行事 中央情报局不能再犯类似安格尔顿的错误 20世纪60年代 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 听信了一名苏联叛逃者的话 认为中情局内部已经混入了几百名苏联监信 于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捕蜀行动 制造了许多冤家错案 直到退休 安格尔顿也没有抓住一只真正的严树 而他的好友金菲尔比 后来却被证实是克格勃的间谍 内部的怀疑是不能轻易运作的 这是反间接触的经常会用的手段 在间谍活动里 凭空查出来的人是凤毛麟角 绝大部分都是对方出卖的 只有出卖的 那么才盯住了这个人 才能找到证据 其实寻找证据抓捕罪犯 并不是中情局所擅长的 为了调查1985年的损失 中情局只好求助于联邦调查局介入 在美国国内的这些反间谍活动 它是由联邦调查局的事 可是这个秘密情报活动 它有很多事 比如说双边间谍 利用间谍 这样一些反情报活动 这个事你联邦调查局管不了 中央情报局在反间谍活动 反情报活动这方面 可以说是败气很多 除了这么多重大的严蜀 这么多重要的叛逃 也表明他的这种内部防范 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1991年 克格勃前任主席克流奇科夫等人 发动819军事政变失败 叶利钦上台后立即整肃克格勃 克格勃面临解体 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他们觉得向克格勃反击的时候到了 此前 M4的一份关于克格勃的报告 在中情局内颇受好语 中情局决定 由M4组织一个特别小组 深入苏联内部 趁机摧毁克格勃 但是中情局没有想到 苏联的解体 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美国的情报机构 在冷战的时候 它可以享受冷战的红利 就是大家一生一日对付苏联 苏联这个主要对手 消灭之后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够存在了 这个冷战红利就不存在了 它就不能容忍 中央情报局花这么多钱 是吧 什么活都干不了 是吧 然后就要求中央情报局 提高这个工作效率 然后缺减它的经费 缺减它的能源 所以在冷战之后 整个美国情报界 损失了两万三千个岗位 什么概念 就是相当于损失了一个中央情报局 不久 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持 俄罗斯改革派人物 巴卡金执掌了克格勃 中情局决定转变战略 与克格勃进行合作 艾姆斯奉命草拟的电报 向莫斯科提出 美国愿意交换 有关恐怖分子和毒品的情报 作为回报 克格勃告知了 计划在美国驻俄使馆新大楼内 安装窃听器的蓝图 冷战结束以后 各国的政策活动都转向了新的领域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转向了经济竞争的领域 转向了高技术研发的领域 就从冷战期间的敌我分明 变成了敌我混沌 时有时敌 比如在中亚反恐这个事情上 俄罗斯和美国 在秘密情报活动方面可以分享 甚至可以合作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为了应对东欧和俄罗斯方面的心动向 中情局决定重组苏联东欧斯 并派艾姆斯到中情局反毒品中心任职 就在这时 中情局补署小组内部 关于艾姆斯的怀疑再次产生了 不久前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 对198名中情局雇员 进行了一次综合评估 艾姆斯在20名嫌疑人名单中名列榜首 中情局调查了艾姆斯的银行账户 发现他在1985年到1991年期间 共有130万不明来源的收入 1993年5月12日 联邦调查局正式开始了 针对艾姆斯的反间谍调查 代号为夜行者 因为阎署就是在夜间秘密行动的 艾姆斯通过了两次策划 对于问题 他经验非常丰富 他对丰富的反正常经验 为了找到直接的证据 联邦调查局特工 对艾姆斯实施了24小时的跟踪和监视 在艾姆斯家里和办公室里 以及汽车里安装窃听器 偷拍并搜查他的各种文件 书籍和记事文等 中央情报局则采取了不同的思路 他们安排了一次钓鱼行动 故意把一份绝密的文件 泄露给艾姆斯 看他是否上钩 但是艾姆斯看过之后 就放在里边 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从1993年8月起 联邦调查局特工 开始埋伏在艾姆斯家的周围 趁夜间换掉艾姆斯家门口的垃圾桶 把垃圾带回检查 联邦调查局特工 从垃圾中发现了一些 黄色便利贴的碎片 拼接以后发现 上面正是艾姆斯的笔记 写着 我已准备好10月1日在笔会面 而B 就是艾姆斯长区街头的地点 伯格达 调查 终于发现了第一条证据 不久 调查人员潜入艾姆斯的家中 从电脑中恢复了 他与克格勃人员往来的信件 同时 窃听人员也掌握了 无印证据 表明艾姆斯的妻子 也知道他与俄罗斯方面的情报交易 1994年2月21日早上9点半 中情局官员打电话 要艾姆斯到办公室 艾姆斯刚出门不久 就被守护在附近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拦截包围 与此同时 另一组特工冲进艾姆斯家中 逮捕了他的妻子 据艾姆斯交代 自己从1985年4月开始向苏联出卖情报 那时 离婚不久的艾姆斯爱上了第二个妻子 罗萨里奥 婚后 为了满足妻子的奢侈生活 艾姆斯只好靠出卖情报来赚钱 在第一次情报交易后 艾姆斯就拿到了五万美元的报酬 这几乎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 艾姆斯出卖了二十五名特工 他们当中十人被处死 一人自杀 艾姆斯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的妻子罗萨里奥 被判处五年徒刑 为了抓到和艾姆斯被判处 和艾姆斯街头的俄方人员 联邦调查局特工在艾姆斯以后 秘而不宣 并在艾姆斯与县人街头的一个蓝色邮箱外 用粉笔留了暗号 又是县人露面 但是俄方解脱人员 并没有上红 艾姆斯被捕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美国总统克林顿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出抗议 并下令驱逐了一名俄罗斯驻美情报官员 艾姆斯的落网 让1985年发生的特格勃官员尤尔勤科 二次叛逃事件再次产生了猜测 当时中情局负责审讯尤尔勤科的正是艾姆斯 那时他刚刚开始为克格勃服务 尤尔勤科返回莫斯科以后 曾经声称自己是被中情局绑架了 此时人们猜测尤尔勤科最初是不是一次假叛逃呢 他向中情局供出了两个苏联线人后再次怕逃 会不会是为了掩护M4 这个尤尔勤科提供的两个线索 实际上都是无足轻松的 都是过去的线索 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北美处的副处长 你就找了这么一点信息 这是不够的 对吧 应该是一个假叛逃 我个人不太相信这样的讲法 因为我们从事实情况看 他可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 就是跑过来以后 他觉得跟他想的并不太一样 然后他又想是不是通过跑回去 给苏联一个政治上的光环 来给自己赢得一个安全 因为实际上他回去以后 他的结局并不美妙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也可以反正 就是他再次叛逃回苏联 和掩护M4 可能直接的关系并不大 后来 M4也声称自己并没有和尤尔勤科串通一切 然而一些疑点始终没有答案 随着冷战的结束 许多间谍秘密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